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们有请热烈的掌声 有请我们第一位 要上台展示的大师掌门人 常识武器第八代掌门人 刘一鸣老师 刘老师要展示的叫 双舌掌 双舌掌 专攻热身 我来借此机会 我来介绍一下 刘一鸣老师 河南常识武器第八代继承人 郑州市常识武器委员会主任 西吴令功五十年有余 参加全国训比赛 及国际交流比赛 省级市级比赛无数次 双舌掌为常识武器拳法中 上层之作 斯启明 顾启欣 他是一组以仿动物形态 为注重的内侠犬种 也是一组难得的内功绝技 这套装弓 看上去非常有特点 与其他的全派的工法装弓 有所不同 这常识武器 这个常是不常念的字 是草子头 下个长短的长 也是我们传统武术里面的西勇门派 难得一见的 我们的传统拳法 その助约 这里有详细的 我回到岩边的 传统武器 大人農使得很渴厚 这不好 是不是 看手法如行云流水 好 谢谢 这是我们的装工 下面请欣赏双舌掌 请欣赏双舌掌 双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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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掌掌ar舌掌 这些主要部位的36种技法 八大手法 技法是其中一部分 八大手技法是指 以手为主要击打部位的技法 是人生通过手发出的八种几大方法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李老师 好 下面我们热烈的掌声有请 府立太极拳名家 李正老师 他要展示的是 我们稀有难得一见的 传统太极拳 叫府立太极拳 请大家用心欣赏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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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刀